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韩国人为了限制马拉多拉的发挥 直接将足球场变为了格斗场 比赛第四分钟 马拉多拉获得球权之后 接连摆脱了两名防守队员 随即一次被许丁茂踢到了要害部位 然而主裁判却认为这不足以出示黄牌警告 马拉多拉随即完成的直接攻门被人墙挡出之后 又顺势将球百度给右侧的队友 最后11号巴尔达诺抽射破门 帮助球队首开记录 阿根廷队继续展开攻势 老马这次在接应时遭到了对手的凶狠逼抢 好在球队并没有丢失球权 杜鲁查家随即稍作调整完成的攻门被衡量拒之门外 上半场第17分钟 阿根廷队通过中场的拦截就地展开了攻势 球王随即在争抢过程中被金平息半倒在地 而主裁判依旧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犯规 在经过队友的助跑虚晃之后 马拉多拉顺势将球发向了进去 最后助攻鲁杰里投球破门 将场上的比分改写成2比0 一分钟之后 马拉多拉回射接应组织球队的进步 这次与队友形成撞墙配合之后 又遭到了对手的凶狠犯规 尽管前身花主帅巴蒂斯塔 在身旁不断地施加压力 但主裁判还是不愿出示黄牌警告 又过了一分钟 球王沿后场组织球队的反击 而韩国队瞬间对齐形成了合围之势 金平熙这次从侧后方的铲球 看似动作不大 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明显的犯规动作 而主裁判的无动于衷 也是让韩国队获得了进攻机会 不过由于实力存在差距 太极虎很难将球攻到禁区腹地 最后球队在禁区外的远射 被门将彭皮多直接没收 随后马拉多拉来到右侧进行侧应 随即在行程摆脱之后 遭到了许丁茂的凶狠放展 而这一次主裁判依旧认为黄牌 还是不能轻易出事 上半场第三十三分钟 老马又在左侧 搅得韩国队防线天翻地覆 先是摆脱丁茂突入之进去 随后朴景勋在防守中 有一个手上的阻挡动作 然而主裁判最后直接判给了韩国队球权 阿根廷队继续发动进步 韩国队则继续对球王采用犯规战术 老马这次在突破过程中 又遭到了对方的手上动作 而主裁判还是一如既往的选择了无视 随后 马拉多拉在接应时 直接被对手从身后缠倒在地 主裁判依旧不愿掏出黄牌 来警告犯规的队员 上半场尾声阶段 老马在拿球时 又一次遭到了许丁茂的故意犯规 主裁判终于出示了比赛的首张黄牌 就上半场45分钟而言 如果按照现在的英超判罚尺度 韩国队应该会被罚下三至四人 下半场比赛开场不久 马拉多拉在获得球权之后 顺势躲过了对方的放产 随即面对防守 送出的船中造成了韩国队防线的失误 后点的巴尔达诺轻松推射空门 帮助阿根廷队再下一场 而球王只用了不到50分钟 便完成了助攻帽子洗法 几分钟之后 阿根廷队沿后场获得了反击机会 马拉多拉在形成接应之后 遭到了对手的爆摔犯规 而老马立即起身在前场形成了绝佳的进攻机会 然而就在此时 主裁判依然选择了吹停比赛 而且并没有对犯规的队员出示黄牌警告 这一系列的操作真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比赛第65分钟 球王险些上演助攻打死心 可惜朱司帝在门前的投球攻门 稍稍偏出了左侧力重 随后 三球落后的韩国队选择了大局进攻 球队也是凭借积极的跑动 接连创造出机会 先是在禁区附近的抽射 偏出了门框范围 比赛第72分钟 韩国队通过跌跌撞撞的配合 在禁区外获得了起脚的机会 最后由10号队员完成了一季世界波破门 不过难以改变失利的局面 最终 阿根廷队经过90分钟熬战 以3比1的比分取得了小组赛开门火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